就是剛剛的話就是如果考試給你空白檔 你就打開駐專把1234567個公式做完之後有沒有 那最後的話呢再到Visual Basic裡面 插入什麼呢插入一個模組 OK那這邊的話這個模組的話 你就是把什麼呢 把這兩個一個是考評一個是清除 這個地方的話呢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之前講過啦 所以我demo一下 首先的話就清除 清除就是把這些清掉 然後考評的話就按下去 讓它又恢復原來的狀態 大概就這樣子 也就是把公式再把它丟回來 讓它全部跑過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 原則上就長這樣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其實清除跟考評差別就是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考評是有放公式 然後公式裡面如果有換列的地方就把它改成I 哪些會換列啦 其實你油標點這邊就知道 點一下這個是A3對不對 點下去下面這個那這邊A4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I要改的地方 OK那細節部分 請各位呢再去看一下那個這個我們Poto上面的影片吧 自己再稍微複習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還有一題就是 所以這一題啊記得喔 最後把它存檔的時候記得另存新檔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之前也有考試有同學做完了 但是忘了存所謂的啟用巨期的活躍簿 所以一存檔之後發現 哇完蛋了 剛剛寫的程式全部消失那怎麼辦 沒有就沒有 因為如果你存錯檔喔 像之前有同學存成這個活躍簿 然後按儲存 它會出現這個 是否什麼呢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 無巨期的活躍簿喔 然後你按4或否呢 那之前只有同學按4 然後就佼佼了 那一打開有按鈕但是按沒有反應 一看哇你存錯檔了 那跟各位講喔 如果存錯檔也是沒有分數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你有寫程式 還是說你只是會做按鈕而已 OK所以這個請特別注意一下喔 那還有啦如果說假設啦 因為我後來好像有教跨工作表 這邊有4個 然後呢如果假設啦 你這4個你想通通做完的話 沒關係啦 你都通通做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 你相對是比較認真的同學 那當然我會給你斟酌加分 OK喔 那這個就是亮麗而為啦 因為我會希望說 如果你真的很認真很努力的話 那我會當然會在分數上 給你比較就是高的這個分數啦 OK那也是一種鼓勵啦 好所以這一題的話也 也許就是先到這邊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喔 再開啟這個第三個 放電管理 那放電管理喔 其實跟剛剛那一題也蠻像的 也是用所謂的V-Local函數 那主要喔 會有幾個地方可能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 要先產生什麼 所以喔原來 空白這個地方原來是空白的 從A2有沒有 一直到底下這些原來是沒有的 那也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所謂的Booking ID 就是訂單的編號 要把它產生 那產生的規則喔 之前我有講過 所以你們可以再把之前的影片 稍微再看一下 基本上喔 他總共 Booking ID總共有四個結構啦 第一個結構就是說 這個是什麼 L1有沒有 這個其實就是他的縮寫 那減號後面第二個的話 就是Check-in的日期 然後一定要用那個所謂的 如果各位數字 比如說1、6的話 那前面一定要補0 0、1、0、6 然後呢 3的話指的是什麼呢 Check-out日期 減掉Check-in日期再加1 就是住幾天的意思 然後最後的話 這個第四個 其實就是他的First Name OK 所以這四個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是他的Booking ID OK 大概第一個部分 這個我們前面講過 所以細節部分 可以再看一下前面的影片 或者是看一下雲端上面的答案 所以考試的時候 就是要把這一串公式 把它輸入上去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Booking ID 跟這個第二個工作表 Bear List 是有連動的 所以你如果前面做錯了 後面呢 跟各位講也就錯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希望全部都做對的話 記得前面先做對 那再來第二個 Bear List 這個我先按按鈕 Bear List 那最後的話 他要查出什麼呢 查出這12345個東西 那當然第一個 你先把公司先輸入上去 公司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 第一個 就是去查 根據這個Booking ID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前面的Booking ID是對的 你再去查前面的Booking ID 才會查到後面的資料 但是如果你前面的Booking ID做錯了 你怎麼查都查不對 所以之前也有發生過同樣的狀況 同學 前面的Booking ID好像 少了一個什麼資料 或多一個什麼資料 那最後跟後面的不吻合 他就查不到了 所以呢 前面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把後面的這個B到F欄 通通把它做出來 那B到F欄的話 總共他要我們查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Booking ID 住的房子 他的名字叫什麼 所以他的First Name跟Surname 把它並在一起 所以First Name的話 基本上就是他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總表 這個就是一個總表 H應該是第八欄 跟第九欄 可以查到他的 First Name跟Surname 中間加一個空白就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用什麼 一樣用V凡數 去查他的第八個欄位 然後中間加一個空白 再去查第九個欄位 然後把它並在一起之後 就是他的名字了 OK 那其他的話 也是一樣 就是說他的那個 住哪個房間 住哪個房間的話 應該在他的總表裡面的第六欄 所以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第六欄 查出來 所以一樣 根據他的Booking 就是前面這個總表 然後查到他的第六欄 OK 那查到他的Rune Number 然後住幾晚的話 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他的 這個什麼 Track Out日期 減掉Track In日期 那這個是第五欄 這個是第四欄 所以五減四 所以 查詢到第五欄 減掉第四欄 那就是幾晚了 那Price比較麻煩 Price的話 基本上 他要到另外一個 表格去查 哪個表格呢 就是叫looking price 你可以從那個 公司裡面的 名稱管理員 看到這邊有個叫looking price 其實就是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在這裡 他前面是縮寫 一槓 然後後面是他的房間 所以哪個飯店的縮寫 哪一個房間 多少錢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這個訊息的話 那你可以怎樣 可以第一個 先去串接 那我們前面是用什麼 用那個 left 也就是他的編號 前面三個字 其實就是 縮寫加一槓 然後後面的話 再去串一個什麼 and 所以這邊有個and c c二指的是什麼 他的房間編號 所以前面這三個 再串接這個 那串在一起呢 就是我們要的資料 然後再去 用V凡數去查 所以就可以查到 他的房間多少錢 最後把這兩個相乘 就是他的總價 OK 那一樣的道理 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變VBA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考試的時候 我就是 總共 第一個把這個做完 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 12345做完 所以總共六個 最後呢 再做VBA VBA 其實一樣 跟剛剛那一題類似 也就是先清除 然後再把公司再丟回來 公司的話 其實也就是 其實差不多啦 就是把這些貼到公司裡面去 那至於詳細的 細節 程式的話 在雲端上也有 另外的話 做法 其實在Poto上 我有之前的錄影 所以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 回去再複習過 所以 基本上 本來應該是四題 不過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 好像 對各位來說 是有點負擔 所以我就把它再減一下 所以我們最後的決定 就是說 三題 也就是剛剛 黑名單篩選 人事考評 再加飯店管理 那將來 考試的時候 會把這三題的空白檔 會放在雲端上面 那考試那一天 記得喔 我們採 不open 不可 所以 桌面上 不能有一些參考的筆記 或者一些小抄 等等都不行 也就是你必須要把公司記熟 另外的話 VBA自己要做兩個按鈕 這個也要自己記熟 OK 然後 就是在三題裡面 我會抽出 一題出來考 那 你如果做單數的 你就做單數題 所以我到時候會公佈 現在當然還不會公佈 到時候考試那天會告訴各位 單數做哪一題 雙數做哪一題 OK 那你如果知道你是做單數的 那你就是把單數的題目 空白檔打開來 那記得喔 這個時候就不要再去開瀏覽器了 那一天其實我會把雲端的東西關掉 不然的話 怕有些同學會上去看 當然是公平原則啦 畢竟這個成績 如果你希望拿高分 你就好好花一點時間去努力 然後最後存檔 那另外跟各位講一下 考試的時間 原則上也不會給各位太長的 不是說一個小時喔 沒有喔 考試時間的話 原則上我記得之前好像是給 這個半個小時的時間喔 OK 所以你要大概自己也估算一下 如果你做一題喔 你能不能在半個小時之內把它完成 記得喔 半個小時的時間到就不能做打了 所以我會要求你除了要會之外 要熟練喔 所以回去請各位自己再衡量一下 你做一題喔 能不能在半個小時之內完成 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要再把它熟練一下 半個小時 一題做半小時應該OK吧 OK吧 半小時嘛 你自己估計 如果半小時還做不出來 那再給你一個小時應該也做不出來 應該 好 那最後的話 關於那個 其中考試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OK吧 可以吧 那該知道 資料應該知道在哪裡吧 所以回去自己再找一下 另外的話 就是說 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 下一個禮拜